很多官委 那我們的容官怎麼叫他下台呢 因為施葬犯法與庶民同罪 大家都是人 他犯了犯犯了貪污 他都應該下台 但是我們沒有到 鬧極講極 他都不聽到 照在這裏坐 照在這裏計 令到我們很失落 所以我希望大家 努力支持我們的第九組 新的希望高天使 為我們發聲 為澳門人做多些事 謝謝 你問的問題 其實在剛才播的短片 播了出來 你問得非常之好 怎樣可以真的 我們的議會 沒有這麼多這樣的商人 有利益衝突 而犧牲我們澳門市民的利益 這個是關鍵 我們不是反對商人 是議會 我們不是 但是我們反對 議員 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犧牲 我們澳門市民核心的利益 這個是最關鍵的 我們的房屋 我們的醫療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交通 我們的社會保障 全部都是 給少數人 決定 他們放棄 他們把我們的東西放棄 放棄了 把他們的利益 在頭上 所以才見到 我們現在 很多個市及官員 為什麽 好像和想擔傘 無法無天 就是因為 那些商人 不去 怪責 不去 問責 我們的官員 所以見到 那些醜聞 一個就一個 這樣出來 十個無地的醜聞 機場白福地 涉及貪污的 然後 給了之後 再取消那個白福地 那你給錯了 是不是需要承擔責任呢 沒有下文 全部都是 當我們澳門人是傻子 當然 我們是少數人 我們澳門人 在立法會的聲音 是極端少數人來的 只有三幾百聲音 是真的 隨所欲言地去說話的 其餘那些是護項 我想說是護項 我們的特區政府 所以才去公定 我們現在的口頭失信 以前 我記得我2005年 我入議會 我要做到凌晨三四點的 三四點都要做 問到那些官員 沒得問 我才可以 給他回家 他們覺得很辛苦 做到兩三點很辛苦 改了內部的章程 八點鐘收錄 八點鐘回去睡覺 你就算有東西問 沒得問 所謂我們每年 你們看到我少少 在立法會問市級官員 在半個小時裏面 他偷我十五分鐘 偷我十五分鐘 每個議員都不見了十五分鐘 在十五分鐘之內 我要用最快 最簡單 最直接問官員的問題 十幾二十個範疇 怎麼問呢 就是因為我們特區政府 和立法會裏面 一起 不讓澳門市民知道的真實 所以我很想大家明白 我所說的東西 是非常之嚴重 和非常之緊要 很希望大家幫我這個忙 告訴所有澳門市民聽 新希望第九組 是真真正正為你們澳門市民 發聲在立法會 多謝各位聽說話 多謝 支持高靖子 支持新希望 支持第九組 支持高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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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高靖子